春节的假期何处去呢 明天新闻要带您骑着脚踏车 我们要来踏遍台中的东风铁马道的私房景点 还要介绍什么呢 我们还要介绍给您东式道地的客家美食 您看到骑脚踏车其实蛮好玩的 在过年期间可以玩遍这个东式的地区 我们要让您的年假是好吃又好玩 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报道 带您在年假期间我们送上的私房景点东风铁马道 年假不知道去哪玩吗 告诉你带着一台脚踏车和一个愉悦的心情 走到哪玩到哪 Hello 骑在这边呢真的感觉非常的棒 有绿树呢还有阳光洒在身上 真的让人有放松的感觉 来到台中就一定要来东风铁马道 体验一下卡打掐驰骋在绿色走廊的青春活力 风景很好啊 还不错很舒服 从风源到东市全长12公里 沿线出了阳光绿树度假的氛围 不能错过的私房景点还有这里 红隆隆的水声展现出石港水坝的大气 继续往东市的方向向前行 一看到大水车情人木桥到了 终于起到了终点了 不过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 听说东市这里有许多道地的客家美食 赶快来尝一尝吧 散开的蒸汽 欢迎老店的招牌 洋春面登场 独特配方的油 然后那个面的口感会更好吃 独家秘方搭配简单不顾的蘸酱 巧妙堆砌出坚持30年的老味道 而这白白胖胖的鲜虾水饺 下重本的包进整只虾 和酸辣汤一起上桌 绝配 不会像别的地方这样子很稀 它很浓 然后料很足 道地的面食配上一盘纯正的客家卤味 爽不尽的风景 吃不完的美食 假期的过法就应该是这样 中天新闻 廖容易拱玉德 台中报道 中天新闻